繁殖羽毛色彩鲜艳的公云羊 与母鸳羊在水中悠游嬉戏 半年多后 园区人员发现 母鸳羊带着一群小宝宝出现了 开园四十年来 首次记录到鸳羊繁殖的画面 由母鸳羊带着六只小鸳羊 一同觅食的可爱场景 六只小鸳羊紧跟着母亲 游过水流上岸觅食 景象融化不少游客的心 无独幼偶 在台中市区的秋红谷 也有游客拍到黑天鹅 剩下五只黑天鹅宝宝 可爱模样同样让人目不转睛 在水雨方面也是维持得很好 没有过多的人为干扰 以及野生动物的干扰之下 这些鸳羊在那边顺利缠乱 无论是鸳羊或是黑天鹅 能够顺利繁殖 代表环境受到良好保护 也呼吁民众与他们保持适当距离 不要打扰到珍贵的大自然生态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